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解放军同志 谢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救了我 还帮我治伤 可能我已经死了 行了 马小姐 其实俺也是险些 丢了半条命 才救了你 马小姐 说实话吧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马小姐 俺知道你不是个简单的人 你能不能告诉俺你和那个胭脂马 以及其他的土匪都有什么关系 对 墨兰姑娘 俺知道 宣传队和医疗队的女兵天天都在夸你 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你是不是受到了胭脂马的威胁 别别别误会啊 一定是他们又来了 谁 还能有谁 准时土匪 蠢货 是敌是友都分不清 还来剿匪 大姐 大姐 果然是那个蛮老狗 解放军同志 快把枪放下 满天星他们又来了 六年前就是他们这伙人 血洗了我们马家谱 解放军同志 你们得想想办法呀 满天星 你说的是大土匪满天星 正是他 来得正好 我们正要找他算账呢 他是冲着你们来的 要来的真是满天星 你们也别担心 俺们解放军会保护你们的 走 我们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准备好了吗 是 好 准备战斗 是 杨小花同志 小花 小花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这段时间 你们一直在照顾我们 现在你们有难 与其余礼 我们也不能做事不管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跟你们的目的不一样 如果实在顶不住 我会想办法 你们的任务 就是保护好自己 一会儿你们要是撑不住 千万别人撑 赶紧撤下来 你们不用担心援兵的问题 俺们猪团长 肯定会带着前浪大队赶过来的 同志们 跟上 走 哪大打枪 哪大打枪 神医 有人在攻城 飞翼下的命令 飞翼往飞轿下的命令 不是我们的人 这群拓在 肥在背后倒闭 嫂子他们防守还真严 那那那帮女兵枪打得还挺准的 是让你去做个样子 你大嫂报个信 没让你真打 这不赶鸭子上架吗 肥啊 肥啊 那咱们上不上 当然上了 马铁铺的金子到现在还没影 不能让这帮嘎仔娃子捡了便宜 是 等等等 让他们攻 他们攻完了 咱们上 咱们捡便宜 是 这可是要逼着满提心开打呀 他可是和嫂子有仇 大嫂子可就凶得及少了 我的好兄弟 真是先堂你大嫂啊 你就等着看吧 大嫂他肯定会 有惊无险 我们来的村马 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 枪纸单到肯定会不顾用 我在这儿吸引几人火力 对 咱们要分别吸引敌人的火力 安带几个人去那边 行 那我去城墙 好 走 走 走 坏了 不好了 咱们顶不住了 同志们 等敌人靠近城墙 瞄准在哪 这是好东西 省着点用 好 好 能死了呀 长兄 你这个先锋关当得好啊 果然让满秀才绷不住亲自上阵了 你的激将法我和满天星都玩了一把啊 哪里哪里 我们这点小伎俩在狼兄这里不是漏底吗 张司令啊 我也说句老实话 总司令也该把计谋都用在解放军身上 别成天算计了我们 狼兄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请你们二位坐镇马甲铺 就如同梵快明修战道 必人暗度陈仓 我的大部队即将奔袭绣林 请你们二位观战 叶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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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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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绣灵情报 解放军大部队安兵未动 成本 叶秋生 ה 叶秋生 最后 Entête 准备出封 现在却出封号的是什么部队 不清楚 反正不是秀林主力 魂飞 大西洋 我们撤 站住 张总次令 是呀 我也算是看着飞鹰长大的 这小子从小到大 一肚子歪点子 这次他抛头露面 就一定设好了埋伏 你是对皇一妃有所记忆吗 张司令 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我的 我怎么可能对我的兄弟下手呢 大西洋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走 左司令 我带弟兄们冲一个回合 试试怎么样 对他 워서 暴力 идет 假承 姨姨 生 小镇 石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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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没有心情 毕丘的牺牲 秦郎大队全体为之悲痛 他们遭遇敌人果敢处置 他们不为牺牲赢得了世界 保住了马甲铺针 如果要以牺牲战友为代价 我宁愿一个人面对 你的感情可以理解 但这么多年的战争中 你也看到了 战争胜利 靠的可不是一个皇一妃 现在打土匪同样也不是 秀林城外这么多土匪 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你觉得可能吗 老朱我知道 但我真的还想试试 不行 你的想法不切实际 老朱你知道吗 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过 如果每一个土匪的 小孩都能上学 老人有人养 每个土匪都能取上婆姨 谁还愿意当土匪呀 在那帮土匪杀进秀林城之前 我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我能够理解你 这些土匪之前都是你的兄弟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这些跟你出生入死多年的战友 也是你的兄弟 也是你的兄弟 他们也有家人和小孩 是 可你别忘了 六年前我遇到了你 不也成为了解放军吗 他们为什么不能被改造呢 所以你就一直在幻想当中 想让他们走出寨子 投奔你对不对 是 我是这么想的 你能够说出来 我很高兴 不过以后 你这个当队长的思维 需要转变了 否则怕是难以再带领我们去剿匪了 老兄 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坦白 马家铺被土匪攻打那天 我也在镇上 你杀人了吗 我没杀人 我没杀人 那也我是旁观者 是亡命人 可是六年来那些无辜的生命 经常让我在梦中惊醒 老周 团长 听我说 我皇一妃今天晚上跟你立军令状 如果一个月之内 我倾除不了秀林的土匪 你就把我枪毙了 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妙哉 妙哉 真是清幽雅致 别有洞天啊 大西北巾帼须眉 横歌飞马 营帝却透露着灵秀玉美之妻 张司令过奖了 这位就是燕之寨大当家 恐怕不是吧 二当家 我们做过生意 你又何必隐瞒呢 生意是说了 可是我们没有接单 你也应该知道跟我谈是一样的 不一样吧 我就奇怪了 怎么不一样了 薛红狼要娶的不是你 满天星要杀的也不是你 对吗 对吗 哦 这一定是大当家马小姐了 你要是说给钱给枪 那就免开尊口 你的枪炮子弹马家铺外 我已经领受了不少 姑奶的我可不糊涂 既然马小姐唇枪舌剑 那我的话就多有得罪了 方圆几百里 除了我国军和解放军 江湖上只有你们三家 薛满两家以杀人越货 奸淫略抢为生 目光短浅 难成什么大气 我打心里钦佩的是马小姐 虽身为女流 但能高举一旗 确保一方平安 堪称大漠飞黄 侠女在世 但在刑事的判断上 马小姐你却糊涂了 第一 马小姐 满天星杀你之心众所周知 第二 薛红狼要让你当他的压债夫人 并吞并你的债子 第三 最可怕的这第三条 你所看好的解放军 当你马小姐受到薛满二人的攻击 和威胁的时候 他们只派了小谷部队 来做做样子 大部队却在袖林按兵不动 而你呢 对多次向你示好急遇实惠的国军 却异常冷落 张司令真是巧舌如簧 嘴张得那么大 就不怕让沙子塞住了你的嘴吗 我问你 六年来 被霸天作恶多端有所收敛 是不是你教唆他来偷袭我的债子 企图把我扫地出门 我再问你 六年来 满老狗不敢再次侵犯马家铺 是你给他撑腰打气 他才还了羊 卷土重来 妄图再图马家铺 这就是你张嘴闭嘴的国民党军 干出来的龌龊够当 你说解放军只来小谷部队救援马家铺 那你们三家子为什么望风而逃啊 今天你们不就是想来拉拢我 让我远离解放军和你们同流合乌吗 我说句心里话吧 马大当家 大漠千里马跑见飞 谁胜谁富走着瞧 你可要留神共产党 搅你的匪 满天星土你的铺子 踏你的寨子 送客 行 痛快 周正阳啊周正阳 你还真是有点水平啊 愣是把黄一飞这匹猎马给驯服了 但是整体工作 还是成绩和事物并存呢 你们及时地保护了马家铺 免遭土匪和敌人的袭击 端了顽匪薛红狼的一个窝点 做了大量的群众宣传工作 用实际行动 赶召了马家铺的代表人物马木兰 但是队员皮秋生牺牲了 这都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老战士啊 周正阳我告诉你 这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 这说明你在秦郎大队 训练组织工作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这可是非常沉痛的教训啊 要严肃对待 你难辞其咎 要负主要的领导责任 首长 在缴匪战斗中 我们组织的不够周密 请首长批评指证 处分必须给 而且还不清 正阳啊 正阳 当前咱们志愿军 在朝鲜战场上打得很艰苦 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为此呢 我们军区大部队 要时刻做好 覆巢梯队的准备 所以呢 你们秦郎大队 在剿匪前沿 要周密部署 以依当时 保证祖国大后方的 和平与安宁 首长 秦梁大队经过黄一飞的 针对性训练 和最近几次实战 已经掌握了必要的 交匪战术要领 我们将进一步严厉打击 国民党残捕和少数顽匪 并将对其釜底抽薪 继续瓦解和规劝 首长 我们一定不辜负 首长和祖国人民的重托 一定夺取 剿匪工作的全面胜利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我还是那句话 抓紧时间 速战速决 坚决完成任务 木兰小姐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 请我喝酒啊 我知恩图报 是为了感谢上次 你们及时救援马家铺啊 要这么说 应该是我请你喝酒才对啊 是你和你的姐妹们 拿起了武器 帮我们的战士 以及宣传队的女兵 一起守住了马家铺 挡住了几股土匪 等到了秦郎大队的救援 但这事还没过去 张世光满天星 薛红狼此次虽然没有得逞 一定是贼心不死 他们知道你在马家铺养伤 想要把你和你的人一网打尽 必定再次血洗马家铺 能看得出来 木兰小姐和土匪 有着深仇大恨 你不仅身手不凡 而且又富有正义感 那为什么不跟我们解放军合作 一起打土匪呢 在这秀林附近 还有一股 以一个叫胭脂马为首的女子武装 也是保护百姓 与土匪势不两并 我们也正打算规劝他们的 同是女众豪杰 你认识他们 什么胭脂马还是赤兔马的 我都不认识 我只知道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我马木兰报的就是六年前 马家铺的血海深仇 等不及你们秦郎大队 有步骤有计划 行了 咱们车走车路 马走马路 好 去吧 杭大队 滑 你不能宣传 这么搞的话会被他搞死的 别说了 任务没完成 就这样 快 兄弟们 加油 快 王一飞 招数挺多啊 强度越来越大了 老周啊 我发现你这个人 横竖都能挑毛病 你又心疼你的部下了 我不是挑你毛病 跟你说点正事 秀林小学呢 雍军想派金老师来咱们这儿 给咱们啊 提高一下文化水平 这也好啊 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剿匪宣传工作能力 你说是吧 我突然想到一句古话叫什么 醉翁之一 行了行了 别说了啊 我知道你想什么乱七八糟 我说正事呢 我们现在宣传力量很薄弱 很多老百姓都还不知道 我们解放了还把我们当土匪呢 行 那我没什么意见 我同意 笑 你笑什么你笑 最该学习的就是你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最应该学习的是我 我不识几个字 但是我战斗经验丰富啊 我是战争大学毕业的 你 你是毕业了 那 那他们什么时候毕业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老周 我不是给你立过军令状吗 好 等你啊 好了 今天老师就讲到这里了 下课 老师再见 再见 回家的路上要小心啊 好啊 回家好好复习功课 快点 来了来了 我想跟你商量佣军的事 学校通知我了 那就好 请你抽空利用课余时间 到我们那儿给战士们上上课 补补文化知识 他们年龄不大 就为了保家卫国上了战场 没有太多学习的机会 老大人 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 那 正阳 给战士们上课 我非常乐意 不过 你 你是顾虑我们俩的关系啊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我希望你能忘记过去 不然 我们两个人是没法相处的 而且 这还会伤了小鸥的心 这个 我已经想将小鸥表过态了 相信她在爱情上 会有更好的选择 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地 对待一个爱你的女人呢 我不愿意 再继续骗自己了 你不接受我 我理解 我也不会勉强你 但是 要让我放弃的话 我做不到 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给你上课 可这是两码事 你是秀林成难得的好老师 大家都需要你 我这个人 公私分明 这点你应该很清楚 你要不要给我一张你的课程表 我好回去安排一下上课时间 谢谢 尽 杰老师 再见 来跟我读一下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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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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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周你看你 我十字不多 但是我能打仗啊 金老师呢 上课要注意听讲 不要睡觉 是 来 我们继续啊 中国 中国 我是中国人 这里 还有这里 张世光正在拼命地整合 这山里的大小土匪 我们必须加快交匪进度 所以说 你让我进课堂学习的时间 我都可以把他们缴三百八十回了 行了吧你 我们现在 对土匪内部的情报掌握得太少 这是我们在战略部署上很被动 对我们整个缴匪的计划 都非常不利 当然不利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对了 我知道 你是想知道这个满天星和薛红狼 在私底下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整天念叨我说我光想着过去的老弟兄 我现在有个计划 还就得靠老弟兄 什么计划 大金牙 那是谁 给你 你这儿有没有娘们 给我找一个 我可以付钱 滚 金牙哥 你看你这么大脾气干吗 来来来 喝酒喝酒啊 要事快说 要屁快快放 不是不是 金牙哥 飞天豹是我兄弟呀 提 提他干吗呀 不是 金牙哥 爸 我听到了风声 你就告诉我 飞天豹是不是他杀的 走 走 金牙哥 不是不是 金牙哥 你 你听我说呀 金牙哥 走 你 色胆包天的东西 脏碗死在娘们身上 说你还不听了是 这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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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敢来呀 不要命了你 我怎么就不敢来了 都是自家兄弟 难不成你给我写的信 都是假的 还有 兄弟啊 你可把我害惨了 现在侍郎哥没空 等他腾出手来 肯定得找我麻烦 你看 我在这儿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 老爹的事 真的是他干的吗 真的是他干的吗 郎哥是干爹一手拉着大的 怎么可能呢 那些信是你写的 哦 我写的 郎哥让我写的 他真的愿意给我叙旧 兄弟俩有什么算不清的账 一人退一步 不就过去了吗 可是他差点要了我的命 你不也弄瞎他一只眼睛吗 不管别人想不想重提旧情 反正我想 你知道吗 兄弟 我听说你没死 我心里多高兴啊 要是那马家大小姐还活着 说不定 你俩这抱着娃娃回来了 你和薛红狼俩人啊 都是痴情的主子 只可惜 那马 马家大小姐 没着福气 行了 别提这事了 不行 必须提 你 冲这个 没准你俩还真能和好呢 简阳哥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不愿意叫你们 我 我知道 跟天那时候是说过 你是最终情义的兄弟 以后有麻烦 找你转 没错 那你愿不愿意放下武器投降呢 这我还真想过 这几年哪 攒了点钱 想去南 南方买快递 娶个漂亮媳妇 过过安稳的日子 那你为什么不走 马家铺攻破那天晚上 你完全可以走 不 想是这么想啊 想是这么想啊 可是你说 我出去能干什么呢 生来就是在匪窝子里长大的 亲爹亲娘都是土匪 总得到处来些买卖 养活自己 和身边一帮兄弟们吧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出路 靖阳哥 如果你真的相信我 你就跟我一起走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出路 你还犹豫什么 兄弟 我活着不怕什么 我怕死 叛奴的下场 我见他太多了 我可不想当你们的典型 给他们当靶子 靖阳哥 我非营一直把你当成兄弟 你能把我当兄弟看吗 那我问你一句话 依你看 狼哥会不会放下武器投降 这事儿你还真别问我 你比我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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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问你 满天星的老窝在哪里 我跟他打了这么多次教导 满天星这老贼 狡猾着呢 我跟他打了这么多次交道 还是不能确定 他到底有几个肥窩子 不过 不过什么 我知道他的隔壁有家客栈 是他的联络站 我给你这条路 你可以去碰碰运气 好 就这样 我回去了 明天天黑之前 我们在绣灵山坡上见 兄弟 你可饶了我吧 绣 绣灵成为那么大 我哪知道是哪座山啊 你不用担心 就是小时候我们出城玩 最常聚会的地方 我这条面可是捡回来的 靳雅哥 就冲老爹对你的养育之恩 你也应该去找满天星 问个究竟吧 靳雅哥 靳雅哥 开开门哪 怎么还要回来 靳雅哥 这次不是要娘们 是薛红狼叫我们过去 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 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肚子疼 我肚子疼 肚子疼 你等等我呀 什么 全给扔了 是 你让我们送的东西 胭脂码全给扔了 胭脂码到底在哪儿 不 不知道 一万三不知啊 要你的废物 有什么用 兰哥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找我来 大靳雅在哪儿 靳雅哥他拉肚子 什么 拉肚子 该不是吓破胆了吧 不不不 靳雅哥他真拉肚子 我也 你来我这儿 到底打什么主意 兰哥 我知道自己没本事 说了你别笑话 我这不是 来洪世寨投告你吗 你以为你说的话 我会相信吗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 大靳雅探念了 在哪儿 兰哥 你解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糊弄您呐 靳雅哥 他真是闹肚子 他不会是跟飞鹰哥 勾搭上了吧 兰哥 他不敢 不敢 不敢 乖乖跟着我 我走 才是活路 混江湖 也得亮 是的 蓝哥 乖娃子 大当家了 大当家了 他回来了 我们的人传来消息说 胭脂把回山寨了 走一趟 老周 去沙漠客栈查满天星的事 就这么定了啊 什么就这么定啊 我在等你吃完呢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你心里打什么算盘 我还不了解你 知道我想什么呀 来 说说看 说对了我再请你吃碗面 你 你怕出岔子 这件事情你只要同意让我去 我保证啊 绝对马到攻城 你说去就去啊 心里还有纪律两个字吗 你看你 你老拿纪律来压我 我以前去做侦查呢 都是先斩后奏 回回被你批评 这次你请我吃面 我就先和你商量了再去 严致 你打我呀 别伤了你大嫂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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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去 你们几个孩装是吧 都给老子滚出来 现在被你发现了 你就必须得带上我们四个 你看着办吧 给星爷传个话 就说飞银想跟他谈谈合作 让我们看看他的容貌好不好 好